那我们家后期小哥呢 在集市上溜达了一圈 然后说 哎 哎 刘哥 我买到你们咱们家土了 我说 花多少钱 五块钱 我说不可能啊 他说 嗯 他写着你的名字 我一看啊 这个 用我名字是相仿 但是不是哈 这是我们家的土 然后呢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咱们评测一下这款土吧 呃 费量感觉是挺足的 呃 他买的是五块 我估计他出厂的话 也到不了五块钱 打开啊 好 就给他打开看一下 哎 那这个呢 就是你们平常买到的这些营养土了 呃 里面的这个味道有点刺别 可以 这个味道的话还行啊 是可以接受的 给我的感觉呢 这个土还算是比较良心了哈 不是 不是那种臭水沟里面 至少呢 他给你放了一些椰康 好吧 然后呢 有一些个腐质土 这些个呢 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些黑色的那种黏土了 啊 还 嗯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有的话 咱们就评测一下吧 入盆试一下 然后这一盆呢 是我前段时间种下去的一颗草莓 这个是咱们一批到的 另外有一颗呢 咱们是没有给他 没有给他去换盆的 好吧 最好是留着做一个评测来的啊 咱们接下来呢 就用这个土 跟我这个土呢 作为一个对比 咱们入个盆试试 如果说大家买这种土的话呢 我就个人感觉就是不太建议啊 你如果说咱们家里面那些花都不怎么值钱 还不想怎么花钱的话呢 你就用沙土去养护吧 这个土的话挑战性太高了 椰康的话里面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的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买椰康的话呢 你就买成椰康 然后自己呢 去摻一些羊分 好吧 这个土的话挺好的椰康 还不如就光卖纯椰康土呢 纯粹一些 简单点 来吧 有的话说你这样太欺负人了 在那那里的 因为咱们这三颗呢 当时是一起到的啊 就是一起到的 就这颗没有换盆 这个是换盆的 有不到两个礼拜吧 有七天左右吧 他那颗已经送出去了是吗 一共三颗送出去一颗 咱们留下了两颗 一颗种盆的 一颗没种盆的 这一颗也是刚种下去没多久啊 大家可以看到枝繁叶茂了 这个没有换盆的这个呢 现在就长得不怎么完成 顺便呢 咱们测试一下这款土壤 好吧 那有的话我说 怎么怎么的 那你 对吧 你自己看嘛 最后呢 别说咱们欺负人 咱们也同样加上了咱们家很哇塞的肥料 好吧 有的话我说是肥料的一个作用 咱们也加上了 然后呢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这个土呢 五块钱来说呢 很良心了 咱们只能说很良心了 你因为这个价位在这放着呢 虽然说 五块钱来说呢 它含了可能挣你个三块两块的 这个也无所谓了 毕竟价位在这放着呢 便宜的多 希望大家呢 就摆正自己的一个消费态度吧 你要买呢 就买好一点的 便宜的东西 只有买到的那一刻是开心的 而贵的东西呢 只有买的那一刻是有点肉疼的 但是你会越用越开心 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最后一句话总结吧 宁吃樱桃一颗 不吃烂里半筐 养花也是一个样子 尽量的不要种那种三块两块两块三块 一天到晚的让我拍这种视频 也是误导花友的一种感觉吧 好吗 希望花友呢 摆正自己的一个消费态度 要么就不买 要么就买哇塞一些的 你也可以用沙土或者说用其他的土去代替 养花最重要的还是光照 焦水跟气候 其他的呢 都是次要的 好了 我是老花一 每天早上十点半 来我直播间 跟我一起学养花 这已经用 différence搭 Sinn 生uly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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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界新uly轻轻人放śmy